盡量就隨便聊 然後不知道怎麼辦就在看仿岡 水瓶座是沒有在看仿岡 很好 你丟球來我們就接招了 是水瓶座 來 準備了 5 6 8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白木情侶週記 我是阿Q 我是小韓 今天有兩位來賓是 Buddy跟浩琪 嗨 大家好 哇哇哇 高質量高質量 又帥然後又是兩個導演 兩個水瓶座 兩個水瓶座 水瓶好朋友 你們有在信心中嗎 原本不信啊 但是現在覺得可參考 可參考 那好奇感覺超不信 我現在改信 哦改信 哈哈哈 我入境隨俗 大家都信我的時候我就信 當大家都不信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不信 這就是水瓶座 好水河哦 以河為貴 那你們很信了 哈哈哈 聽起來很信了 因為我今天的主題是 我也想要當導演 啊 對所以請了兩位導演 今天要請藝 OK Buddy本身是廣告跟MV導演 對沒錯沒錯 好好奇是新銳導演 新銳新銳 還不成氣候的導演 有啦 欸你很努力 都中了 對啊 你現在第一支短片是就 入選了台北電影節 嗯 對對 入選是可以 角逐那些獎項的那種 沒有辦法 入選沒辦法 哦是哦那個是 入圍可以 那是觀摩片 哦觀摩片 欸這已經很厲害了 很厲害很厲害 很強欸 是第一支嗎 第一支 哦那已經很強了 對啊 我覺得超強 忘成莫及耶 我拍 你還忘成莫及 快十年 我都忘成莫及 你也是有入圍 你有沒有拍短片 對啊 沒有 但我們真的是互相見證 一起長大的 對我聽說你們從小 他從我開始 還沒開始在拍這麼多MV啊 廣告之前 我們就一起拍那種網路小廣告 哈哈哈哈 那時候很有名叫什麼 十二星座 十二星座 就是你們拍的喔 對啊 對對對 這個我們是我們有看過的 我們小時候 我們帶你啊 對對對 對對對 那個時候很還沒有 網路裡面還沒有那麼盛行的時候 對 YouTuber剛開始 那你們是比這群人早的嗎 比較早 哦真的哦 那個群人正式最紅的時候 是在我們之後 可是群人他們也默默耕耘很久 然後才被看到 哦他們也是 他們跑得比較遠 我們中途下車 哈哈哈哈 嘿他們有耐力 中途做了別的事情 那個時候 我們轉運站了 轉運站 那個時候跟我們一起的只有 蔡阿嘎 哦 哦最早 對 那真的是前輩耶 你們很早耶 很早很早很早 那你們當時為什麼覺得 可以在網路上做這件事情 因為沒有前人啊 因為沒有錢 哦 只能做網路 那時候 TVC就電視廣告 跟網路廣告的分界還很大 現在是沒分了嘛 對 因為器材就是那麼容易 那時候就是 你要拍這電視廣告 預算可能是兩三百萬 輪不到我們輪不到我們 然後網路廣告就是六十萬一支 哦那他們就會找我們 哦我剛開始拍嘛 然後他剛開始演戲 對啊 然後我們就在那種地方遇到了 我們是工作的夥伴 我還記得在北藝大 直接在他的學校接場 哦對你是戲劇系 對我是台北的戲劇系 所以你原本是想當演員嗎 我原本一開始不懂事的時候 想當演員對不對 為什麼會出不懂事 他還演過壁智的男主角 我 哈哈哈哈 對 但我要講的是就是 有些事情是 你覺得你撐一下就會有 有些事情是 你提早發現 你真的沒有辦法 趕快下車 因為你拖十年 你拖十年跟你拖兩年 意思是一樣的 哈哈哈 可是那個真的是要看人 就是那個不是說 每個人都適用 有些人可能一輩子都覺得 我要成功 但是他可能弄了三十年 或四十年還沒成功 好緊張 但有些人可能覺得我不想成功 然後隔年就成功了 對啊很多 就是你怎麼說 這一行真的很靠運氣 運氣很重要 所以你現在是 呃對表演是沒有 熱忱的是不是 不會啊我還是有熱忱 他有 他有 他在等機會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 所以你根本沒笑聲啊 他幫我寫一個劇本 然後我要去演 我跟你講我立志 我立志要讓就是 身邊的所有的幕後都 都上台 哈哈哈哈 對對對對對 那你是期待的嗎 我覺得 我之前有跟他們已經上過表演課啊 我覺得很好玩 我是會去跟他們上表演課啊 他是喜歡的 啊喜劇系他拜託 演舞台劇畢業了 那你根本就沒有下車 哈哈哈哈 但是我後來 你根本是抓著門在那邊 哈哈 在飛 只是人在門外而已 哈哈哈哈 抓著門好好笑 拍久了牛肉劇演演戲 或是了解一下 別的導演的思維跟演員的思維 我覺得那個對我自己的導演 創作也是有幫助 哦是是是 都是同一件事情啦 我很奇怪 我就是喜歡在那種中間遊走不定 我不能太安逸 我也不能太忙 一回台北 還有動態平衡 對 就我 我不能是穩定平衡的那種 所以他喜歡衝浪嘛 因為衝浪也是動態平衡的一種嘛 滑雪 啊 欸 放棄是不是也有衝浪 我一開始打算要衝浪 他跟我一起做了一張衝浪版 然後呢 我們手工做衝浪版喔 花了大概兩個月自己開始磨喔 對 然後呢 我下海幾次呢 就跟他當演員一樣 我覺得 不行 他馬上確定這件事 而且我很確定喔 我放棄是 很篤定的放棄 為什麼 為什麼那放棄的點是什麼 早上下水 真的是Fucking冷 哈哈哈哈 原來是這麼簡單的原因嗎 那個很冷耶 而且要很早起耶 他們都五六點起來 哦對 確實真的要很早起 對 然後 而且不是像我們想像的 衝浪是要在 欸 夏天陽光沙灘海邊 沒有 真的衝浪的人 其實是在 天氣比較冷的時候 然後東北季風來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已經很冷的 因為那時候才有浪 那時候才有浪 我們搞錯了 我搞錯了 那都是廣告片人的 對影片片 我覺得好危險喔 為什麼 在台灣都是在很冷的時候衝 好可怕 夏天也有啦 但是的確就是 像你們講的 就是 夏天的浪通常沒那麼好 因為沒有能量嘛 那能量來自於 颱風跟東北季風 所以我們通常會去衝浪 就是 例如 但我們不會在颱風當天衝 那太危險了 所謂的颱風浪 就是颱風前 就是颱風前 然後颱風前的能量很穩定 然後浪很漂亮 那個時候我們會去衝浪 可是有些人會搞不懂 喔颱風天你們衝浪客 跑去衝浪好危險喔 然後浪費社會資源 我就覺得 沒有啊 其實不是那樣 他們搞錯了 是有些很雷的人 真的會在颱風天去那邊玩水 對對對 那個就更加危險 對那個就熬熟屎 那跟你們不一樣 哈哈哈 跟真正衝浪者不一樣 不一樣 就別人是 衝撞體制 你們是直接衝撞大自然的規律 我覺得算是 算是滑雪衝浪這些都是 我是屬於浮蟲的那一型 他就順應那個浪 他就哇 然後就上岸 喔我要分享一件超好笑 有一次 我們辦了一個活動 對 然後那個活動要在沙灘錄影 對 那個活動就是喔我說 我邀請你好奇說 不然你跟我一起去沙灘錄個影 對 感受一下那個vibe 對 要搭帳篷 然後那帳篷就是 每個人就發一包嘛 對 然後那個帳篷一拿到之後 他就 嗯這怎麼弄了 然後我就幫他把帳篷搭完 搭完之後呢 然後他就在那邊放東西 然後時間就來到下午三四點 三四點海邊就是多少會有蚊子嘛 哇他開始在那邊 我真的我不行 我覺得我不行 然後他一轉頭 一看發 欸 後面有個hotel 哈哈哈哈 直接check in 然後他開始產生了一個很哲學的意味 他說為什麼 後面有hotel我們還要在海邊錄影呢 為什麼我們要在旅館前面 搭帳篷 對啊 被蚊子一樣 然後我就被他說服了你知道嗎 他就說 你被說服 他就說 如果你先跟我說在冰島什麼荒野就算了 因為我們要求生嘛 對 那要算 然後結果他就吃晚餐在那邊烤肉 他就先回去洗澡 然後你知道我 舒舒服服 然後你知道我來的吃晚餐的時候 心情有多好 哈哈哈哈 全部人都狼狽流汗這樣 黏黏的 他這樣很chill這樣 我說哇 你看你今天超好 對啊 我覺得那個旅館蠻舒服的 所以那一突然是只有你去那邊住 當然啊 太好笑了 對 那他的帳篷就是空的你知道嗎 對 我很盡責 我還是有在帳篷前面拍一張照 哈哈哈哈 沒有他還是有來參加我們營火的活動啊 就所有的活動啊 就那種大家在那邊喝酒聊天啊幹嘛 所以董古的部分我迴避了 只是睡覺的時候大家回棚 他回民宿 對對對 其實這樣蠻聰明的 對啊蠻聰明的啊 因為你有體驗到錄影的那個 你知道有多近嗎 就是他後面耶 那倒是去 100公尺 100公尺 我心裡想說那跟我去國不見館搭帳篷不是一樣道理 不一樣啊那邊沒有海啊 對啊 喔對啦 對啦 他也是喜歡戶外的 其實他不是那麼 完全戶外的人 我覺得他算是半個outdoor 喔 因為他 semi outdoor semi outdoor 對 哈哈哈 就像每次我們去溯溪 對 然後你知道溯溪 喔那個沒在開玩笑 就有一個 有一個很長的一條路 然後最後會到達一個瀑布嘛 對 他就是會在那個最難的關卡說 我覺得我可以 我覺得我體驗過了 我體驗到了 然後他就停在那邊 他說你們去 我在那邊等你們 對對對 哇 然後就全部的東西都放留給他顧 他就在那邊超舒服 那一趟其實我們前面已經走了四到五個小時了 喔 已經很疲累了 然後已經有傷患了 有人沒辦法了 嗯 然後我就照顧傷患 也沒有到 沒有到傷患 就是他已經餵 精卵沒辦法過河啦 然後我們有點擔心回不去了 喔 那你做的選擇是對的 對 呵 好我們今天請他們來是因為 是兩位導演嘛 然後又是水瓶座 我其實很好奇 就是 因為他們你們倆是朋友 而且在我看來 就是你們倆是很不一樣的人 喔對 對一個是 剛剛聽起來也是啊 對剛剛聽起來 我覺得是生活習慣 我覺得 心理層面 跟想法 我們覺得我們是很近 所以我們變很好賠 喔喔喔 就你們認定 比如說 現在心裡想一個最好的朋友就是 我會去吃他 喔好浪漫喔 哈哈 幹嘛啊 為什麼變那麼浪漫 我們平常很少社交 然後 所以我們唯一會社交就是真的有 有事情想聊 有重要的事想講 然後你就會想到 欸那不然找他聊 因為通常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出去工作的朋友 和那個社交 你知道有時候不一樣嘛 對對對 但是 一陣子的時候會要 隨時 尤其我們工作穿自由業 嗯 所以你一定要很確定自己的方向 然後 要確定接下來該怎麼走 那這時候需要有一個人稍微 欸我們來復盤一下 這一年或這半年 還有 呃接下來半年 我們的方向或計畫 怎麼樣的時候 我們會 蠻常有這種可能一個月一次的一個 的一個 聚會 比較偏嚴肅的小聊 不是聚會喔 是兩個人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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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認真聊 真的假的 是認真聊 我們會認真聊 你也是 因為他聽起來很像 計畫王 那你也是計畫王 沒有我是沒有計畫 對啊 因為你這就很不一樣 因為 我幫他 因為他說他會回顧 跟鋪陳 未來的時間 他會復盤 對對對 就是感覺很 所以我就會好 我舉一個例子就是 剛有聊到就是 呃我是MV廣告導演嘛 但其實我也是一直想要往劇情片走 可是我大部分的時間我分給了衝浪 旅行做我想做的事玩音樂 音樂 然後可能我在拍 我MV跟廣告就都是case嘛 就是賺錢 所以我其實真的沒有時間再去寫 劇情類的東西 他時間就過得快 對 我時間是一直很很碎片 可是你知道創作劇情類的東西 他需要很謹慎的思維 而且需要靜下來 然後要邏輯 他不像我們MV廣告可以真的比較畫面 嗯 比較感覺思考 對對 然後 但長期這樣工作讓我變成比較感覺的狀態 所以我有時候會迷失 那那個狀態之下我就會找他聊天 我說欸 我覺得 一個很感性的人 需要一個很理性的人 我覺得他比我理性 天理性一些 他比我理性 我跟他的個性上來講的話 在這方面比較像是 我是一個生產機 對 我會一直有新的東西 欸我覺得 好奇我們做這個好不好 你看這個怎麼樣 那個怎麼樣 發散性思考的比較強 對 然後他是幫我負責 整合 整合 整合的那個理性的 哇你們很重要 你們兩個很 對比是很重要 對啊我們前陣子拍了一個影集 嗯 的其中一集 那還沒有上 嗯 然後 呃我就請他來跟我雙導演 嗯 目的就是我覺得他的思維邏輯 其實真的能在這一方面有幫助到 啊 對 你們想要當導演的那個瞬間是 被什麼影響嗎 是 欸我也想聽看看 我沒聽過你的欸 他的我是一路見證到現在啊 因為我的第一個劇本是我自己的故事嘛 嗯 所以那個東西是覺得非說不可了 嗯 我覺得他就是標準的有話想說 嗯 然後他想要藉由他的故事來表達 這一件事情或這個感覺 人生經歷 對對人生經驗這樣子 可是我的狀況就是 想說的話好多 可是沒有一個是那麼重要的 哦 你懂就是 就是我這個我也可以講 他化老他化老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化老的意思 對對對 然後我會開始當導演 其實就是因為 我以前跳舞 嗯 我們都是dancer 對 他也是 對對對 他以前叫大尊 然後我叫B-Boy Birdy 大尊B-Boy Birdy 我叫B-Boy Birdy 那你們的舞風是一樣的 不一樣 他叫地板 那你是跳什麼 我跳Heper 哦 可是 這個東西到後來我就覺得有點無聊 所以我開始嘗試 那時候YouTube還沒有那麼盛行的時候 那時候我記得是用5D Mark II 哦 那時候很流行 對那時候什麼Sony都還沒有 一台都沒有 那時候Canon最強 對對對 5D II 對 哈哈哈哈 對好久哦 就是數位準備要起飛的那個時候 我拿到了一個相機 然後我跟我朋友開始拍自己跳舞的影片 哦 然後拍著拍就有人覺得我拍得很好 然後就請我去拍婚禮 然後拍夜店的活動 一直做做到後來我真的覺得這件事情太無聊了 然後我就跟我原本的夥伴就是拆火 就是說 欸因為他可能還覺得現在很穩定 穩穩的可以賺 可是我覺得我要停一下 我覺得我要朝別的地方開始創作 就是那個時候做的十二星座 對 我剛好是同時期 對那個時候過來 我開始自己外面接案子 我想要想一些有內容的東西 然後剛好接到十二星座 然後很有趣的是十二星座 那時候客戶都會給一些很不好笑的劇本 我們拿到之後 我們是現場 直接對說來這一段 我們要怎麼弄好笑 所以我們每一個星座都是現場 有種即興的創作啦 有點像是我們在上表演課 然後馬上給你一個主題 你想一段好笑的橋段這樣 這樣子弄下來 反而在處理腳本的能力上 我們都變得滿有能力的 然後我覺得那 那時候確實是一個啟蒙 我覺得那個就是個種子 那個時候他開始幫我想 幹嘛怎麼樣的時候 然後到後期我甚至有些MV劇本是 我直接請他幫我寫 然後現場他如果有空 我就發他到現場當表演指導 對 哇你們這個關係好健康的關係喔 這很棒超棒啊 健康的關係 那不健康是怎樣就是缺 因為有些只是可能是聊內容的人 我懂你意思 但沒有實際合作 沒有的合作會找你合作的那種 我們會聊也會打屁 對 也會啊 打屁比較少 你們好像那種交往很長久的情侶喔 已經練家人的那種狀況 我之前女朋友都說我剛是跟他在一起好了 我剛剛也想這麼講 那你們人生有偶像嗎 假設我們就先定義導演這一行 我現在講這個導演 我覺得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 他不是什麼電影導演 不是什麼很有名的 他是個舞者 他叫做Daniel Cloud 他之前在跳馬丹娜的dancer 他也是個B-boy 那我認識這個人是他以前就是跳舞的 背景跟我超像 然後後來他開始自己拍自己跳舞影片 跟你一模一樣 然後拍的超好 後來他一跳影片拍 他現在幫王嘉爾啊 幫他們就拍MV 然後那個MV就是跟舞蹈有關 拍的超級好 然後我沒有看過 有一個導演在舞蹈上面的設計 跟鏡頭上的設計 可以這麼的黏合度這麼高 我覺得他真的是第一人 然後他現在還可以跳 所以如果要講偶像的話 我覺得他是我的目標 你們的狀態真的很像耶 對我覺得 起點都很像耶 對對對對對 只是他是外國人嘛 比較高比較帥 你也像外國人喔 謝謝你姐 我上一個節目他們才說 欸你是什麼非洲來的 哈哈哈哈 好朝向 你是純正台灣人嗎 我是純正台灣人 純正客家人 客家人客家人 什麼 閩客混血 甚至沒有原住民血統 不要亂講啦 真的真的 我們要查看看 那你的膚色是曬的嗎 曬的 我是曬的 他以前是白底 我認識他的時候是白的 對因為我後來開始衝浪 對他有看過我白的時候 我後來衝浪 然後就一直曬 然後就回不去 那好奇咧 好奇 如果剛要聚焦在編導演這一塊的話 其實導演我說真的 我到現在最敬佩的 視為典範的心理的人 是傳宗導演 喔真的喔 對因為你 我真的我們一起在劇組跟他相處 然後看到他的那個 那個風範 還有那個EQ 還有他的謹慎程度 和謙遜程度 以及我聽過他生病之後 臥病在床 然後可能覺得挺不過了 他的家人到他的身邊的時候 他跟他的家人說 他說如果我這一關挺過了 我要繼續拍電影 好好拍下去 哇靠 好浪漫喔 雞皮疙瘩 所以他現在我就是挺了一個大關 因為我自己也是挺了一個大關 才決定要寫故事拍故事 然後我就完全能體會到 他可能比我更早走在一個 更險峻的一個深谷邊緣 類似這樣子 就是傳宗導演這麼的 我覺得在現場是以德夫人 是你們在墾丁拍的那個 他有跟我說過 他說這個導演 我們私底下喝酒的時候 他一直跟我分享 就是碰到的這個劇組 這個導演 他在旁邊就是看導演怎麼導戲 然後問他 然後他看那個導演不急不許 就是現場幾百個人 然後要搶攤 要拍那個 然後導演就是一個超級成功 超穩定的 對然後我就想說 哇那如果是我可能交頭案 爛了你知道嗎 因為EQ是一回事 因為當然大家知道出來工作 就是說有些人他靠的是好相處 對 對不對 有些人靠的是哦技術很強 對 或是知識很強 可是他的技術和知識也很強 都有 對 你就會覺得哇 很值得敬佩的一個 對對對 很果斷的一個導演感覺 這個不用拍不要了 我就是要什麼 對對對 我只需要這個我確定 雖然我資源有這麼多 但我確定就要這個 對 我覺得很精準 超酷 超酷 那你們那個就是 我要問的問題是很明顯 但我很想知道你們怎麼看 就是拍MV跟拍戲 作為導演 思維或是那個工作的流程 有什麼差別 哦 最大的差別應該是 拍MV有點像在演末劇 哦 然後 台詞的使用 然後對 比較沒有台詞 然後這是第一 然後第二是 要講的東西 歌手已經幫你講一半了 哦 他的歌詞 其實是歌詞就把它算在獨白 對 對不對 你把台詞變成歌詞 音樂的部分 變成他的情緒 在裡面的演員 靠著這兩個東西演末劇 很像一個表演課 我現在給你一首歌 表達出他的心境 用你的身體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哦 對 那表演上呢 表演上 就是我說我演戲跟演MV的差別 因為我還沒有演過MV 你演MV 你的action就要明顯一點 哦 除非你是這裡很強的演員 有些演員是他的 特寫叫做 不會表情 太厲害了 不用幹嘛 你拍一個特寫就 有故事 那就很好看 可是有一些東西是 可能比較年輕一點的演員 或者是 呃 經驗還沒有那麼足夠的演員 他在表現上 他表現不出來 他就要把他變成動作 行動要明顯 所以觀眾在看的時候 他才能邊聽歌邊知道 哦原來你在生氣 在表達什麼 對我覺得那是歷練 哦 我覺得應該說劇情片嘛 和MV嘛 對因為劇情片 其實 相較於音樂 我們就要考慮的 可能是台詞 或者是聲音設計 對 然後再來是他的 篇幅的問題 也許一個MV 他就是一首歌的時間 他也許三到五分鐘 所以大家 如果喜歡聽這首歌 或者是跟著這個旋律 我們是看得完三到五分鐘的 對會聚焦在這裡 可是如果是劇情片 你就要考慮到 比較敘事的動力的問題 就是你如何讓大家跟著想要看下去 或看一下 不然就無聊 五分鐘十分鐘我就關掉啦 有時候我們自己在家 不知道看什麼打開Netflix 哎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好 十分鐘好 無聊不看了 其實很常這樣子 那如何要抓住大家扣到底 那在寫這個劇本的時候 其實就要有非常嚴謹的各種技巧 然後再來表演上當然就是 呃優勢是 我們可以把故事講得比較完整 因為他確實比較長嘛 如果是一個影集 他一集也有半小時 他怎麼樣量體也超過MV 對對對對對對對 不同的載體 有不同的操作方式 那我想問兩位 就是你們能講出你們心中 目前就是最喜歡的電影 或是最喜歡的哪一個 短片或作品 我一直忘不掉就是幸福綠皮書 哦你喜歡幸福綠皮書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是很喜歡旅行公路電影 然後幸福綠皮書又是一個公路電影 然後他跟音樂有關 對 然後他也跟種族歧視啊 就是黑人文化這些東西有關 還有幽默 他有幽默 我覺得重點是幽默 然後我覺得他吸引我的點是 他在講一件很嚴肅的事 但是他用一個爵士樂 跟一些幽默的 可能互相調侃的方式 來完成一部好看輕鬆的片 然後把嚴肅的題材講得輕鬆 他就跟我講過 他說喜劇 其實用喜劇來講 嚴肅的事是高級的 超級厲害 看完之後就會 咦 突然覺得 欸其實他講的議題是 會讓你有反思的 對對對 他那個說教意味沒那麼 他有他的意義還有價值曲線 就傳遞給你 可是他傳遞的方式 非常的不找痕跡 蠻高級的 而且觀眾都買單 我是會花電影院去 享受這個娛樂的 而不是去被教育的 對 對 像今年那個短面斧老金 有一個也是講著這個 就是地獄梗 哈哈哈哈 我問你的是不是 哇 這麼剛好 我好像也知道 我看過那個劇本 對 也是高級用幽默來 講一件比較嚴肅的事 沒有那個剪好才可以 我要很認真把它剪好 都還沒剪 現在正在剪接 哈哈哈 明明希望有機會進電影院看 我很期待 就是他的短面斧老金 你很噁心欸 哈哈 你突然喔 我以為你要講一個什麼 短面叫做 對啊 想說大家知道短面斧老金嗎 我知道 哈哈哈 補助愛補助愛 對 那我個人其實喜歡8月31 我在奧斯路 哦 因為尤若金提爾 這個導演他 蠻特別的是他關注在一個題材 那個題材一般商業不太敢碰 因為他講的都是創作者的故事 感覺他拍電影都是給創作者的情書 因為我自己是剛好是創作者 那他其實寫的就是一個作家 或是他怎麼樣 呃 遇到一個不得志 對不得志的一個狀況 然後他正在努力 或是他正在抵抗他的命運的一個過程 他的奧斯路三部曲 基本上都是講這樣的事情 最新的一個作品 大家可能比較聽過 就世界上最爛的人 哦 那個算是比較新的作品 對那個就跳脫出他的 在講這個作者的故事 但是還是以這個創作者的身分 去看待愛情 現代愛情 然後也很有他的手法 然後也偏幽默 所以我其實很喜歡 游沃金提的導演 然後8月31日我在耗斯 嗯 那因為你們兩個是 相當要好的朋友就對了 想知道你們如果 各講對方三個優點跟缺點有辦法 優點跟缺點很容易啊 來來來來 來來來 一個優點 一個優點 一個缺點 一個優點 優點是他的心很開放 他很願意主動的去嘗試新的事物 然後學習 然後去認識人 以及讓他周遭 他覺得值得認識人也擴散出去這樣子 這個是 缺點當然就是他的心相對的浮動嘛 有時候定不下來 就是自己一個人的時候不好做事 所以他什麼事情呢都會說 欸陪我幹嘛啦 欸陪我幹嘛啦 他一定要陪喔 你這個定心丸 你剛剛來啊 他問我說你有沒有起車要不要載我 他明明就是都會搭計程車的人喔 他不想要自己搭計程車回去 我想要載我一下啊 你有多戴安全帽啊 對 你們是住附近啊 沒有住天差地遠 但他就是喜歡 你也太為難了吧 他比較沒辦法一個人 我晚上去咖啡廳 的時候 我如果自己要做一件事 然後我就會說 欸走啊今天咖啡廳啦 明明在咖啡廳我們也不會聊天 在這邊旁邊就是有一個人 就是在那邊做事這樣 感覺就不一樣 他自己一個人比較沒辦法做事 然後 非得要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我聽到一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 這就是他會有的感覺 他說我跟你講 我在師大附近發現一個夜間咖啡廳 他是開到早上的 哈哈哈 然後呢 我就是凌晨三點去 還客滿喔 然後大家都在 大家都在那邊工作 大家都在趕作業 大家都在趕工作 好像跟我一起 哈哈哈 然後我覺得 終於有過 我覺得不孤單 你這麼怕一個人 不是因為我的studio 是可以工作的 然後也是舒服的 只是你一個人在工作室 工作的時候 你會想睡覺啊 或是彈彈琴啊 幹嘛 就是你會 他學會有教練 他學會有教練 當你發現 全世界都在努力的時候 你好像 哈哈哈 你好像也不能不努力的時候 對對對 我就啊好吧 他很容易被旁邊 那個氛圍型 對對對 你們有測過MVTI嗎 我好像是什麼I N 你是I 你放屁 我是I 等一下 你那麼拗鬥的人 I是內向的意思 內向 你是I 你是E吧 不是不是不是 我有記 我有記 我馬上看一下 INFP 最後是P是什麼意思 P就是比較變動的 比較不是像你計畫 那他是J吧 J就是你跟我一樣 就是計畫型 對我是主人公 主人公是 ENFJ 我是INFJ 你是E哦 我是內向的你 然後你是外向的我 對對對 你們兩個是 我是INFJ 你唱者 你是INFJ 那你跟他一樣 你是INFJ 我是INFJ 沒有沒有沒有 主要是因為他沒有定性 所以他就是在吃飯的時候 甜 亂甜 亂甜 不是 你要記一下 這個東西不是說要靠你的直覺選嗎 不要想 對啊 那你就吃飯的時候 你有沒有直覺 欸這個應該是這個吧 這個應該是這個吧 可是你有看好題目嗎 我有看啊 沒有他注意力缺失 他屏幕也看不懂 對他有一些屏幕 其實有點邏輯上的 那我要講 我自己是不太會出去那種派對啊 跟大家Hand out的人 可是你都是心理活動是不是 就是因為我會覺得我出去收秀 我要耗費我的精神 其實就是工作 那就是I 對 然後我覺得這個很消耗 然後所以我只想留給我的好朋友們 哦 所以才找你 所以會認真聊天嗎 不浪費時間 他是I 對對對 認真認真 然後但是 有在感 哈哈哈哈 如果我今天都只悶在那邊 我也會沒創造力 所以我自己也知道這件事 所以 有一些 比較我該出現的活動 或我該出席的 我就會選擇性的去做 欸 很IMJ欸 會 你也是 對跟我一樣 會逼自己去做一些 對 會知道自己 會知道 我現在要轉換這個模式 我應該要出去跟人家互動了 對 而且我現在我會約好 然後我突然就前一個小時 我覺得感覺不對 對 我就會找一個人 怎麼一樣 我就會找一個人 你有落幹過 我很慘慘 真的假的 落幹是什麼吃 不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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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如 長了一條圓 宅宅一個是落幹的 落幹是不雅的嗎 也不會不雅吧 至少是幹吧 落跑 至少是幹吧 立如啊 明天早上要衝浪哦這樣 然後我就會 欸不要落幹了 對 那個感覺不對 對我早上起來發現今天不適合衝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就會說啊 我早上肚子痛 或是 我覺得浪不好 浪還好 我沒興趣 可是你本來就很常肚子痛啊 是是是是 因為所以一半一半不是 對 發現可以當用品 發現是一個用品 他是導演界的山根 對 真的假的 因為我是乳糖不耐症 所以他 導演界的山根 大家記得導演界的山根 因為 我開笑 因為不是 因為 我最近在健身 啊 然後我在健身的時候 他就 因為他有在健身嘛 他就教我 吃什麼樣的食物 然後可以吃高蛋白 如果你有強烈的健身的話 這件事情 然後高蛋白都是乳啊 對啊 那怎麼辦 對啊 就拉 哈哈 那你還是會吃 因為還是會洗手啊 是完全不行的那種啊 就是 秒吃秒拉那種 哇 那你是在 十五分 十五分鐘 哈哈 在馬桶上面喝 而且還喝 而且還喝巧克力口味 我的廚房在馬桶裡面 嘿 那 那他的缺點跟優點 優點是 他可以很理性的幫我評斷 或是幫他的朋友 去分析所有的事情 真的 而且是 不帶任何情感 我覺得有點冷血 有嗎 我就越來越感性了 沒有沒有沒有 還好 哈哈 我覺得一偏冷血 可是他講的都是 對 這很好 這很重要 對 你需要一個好朋友 很客觀 對 你需要一個真正這樣的好朋友 在你身邊去提醒你 嗯 我覺得有時候缺點就是 太理性 太理性 啊 他就是我覺得他是兩面刃 他可能會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做 可是我覺得 我這樣做我的感覺是對的 可是我可能說不上來 那他就會覺得 那你說不上來 你怎麼確定他是對的 哇好理性 就類似這樣子 懷疑論者 sorry 我是懷疑論者 男朋友跟女朋友 他就會覺得 哦你看你以前的作品 怎麼樣怎麼樣 你還不是這樣做 你有那感覺嗎 沒有啊 那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沒有時候 解釋不掉 對 然後我就 可是因為我們的感覺 是一直在變 對對對 所以我也就是啞口無言 我說 但我是導演 哈哈哈哈 沒事沒事 他只能出絕招 OK 那就 他就好 被說服了 是假的沒錯 而且他不會生氣哦 我跟他都一樣是 我們是現場不會生氣的 你確定 哈哈 怎麼 我有為主 就我看過了你很多次生氣 沒有啦 哈哈 哦好那我要講 沒有 那是因為 不是 那是因為他比較好 對 所以在現場怎麼樣了 我生氣 只會讓我知道而已 齊絕給他 我不開心 我不會給他 我會讓他知道 他會發現 你會發現 但是他就會來說 你的不爽什麼 哦 但是他不會讓 我不會影響工作氛圍 可是我知道他生氣 演員也在歌手也在 然後你在那邊擺那個臭臉 我覺得沒幫助啊 你唯一能做就轉過頭 還自己在那邊幹 真的是 生命共同體 情侶情侶模式 因為那個Buddy最近出專輯 出一個純音樂專輯對不對 對我出了一個 首碟的演奏 個人創作 因為他主要是因為他 有入圍兩次的那個金曲 對不對 然後可是 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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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可是呢 他都覺得他是陪榜 所以他覺得 我沒有這樣剪的 他覺得不行 我沒有這樣剪 你這個剪下去 不行啊 我一定要 他覺得不行啊 我一定要得獎 那怎麼辦呢 我就出純音樂 啊 對對對 這是他的計畫 我已經 我已經參透了 沒有這跟金曲 我覺得跟金曲講沒有關係 我就跟金曲講沒有關係 是嗎 那都沒關係 那你有抱嗎 我不知道 這但唱片公司通常都會丟 哈哈哈哈 丟給唱片公司 沒有啦 沒事啦 跟金曲講沒關係 但是能得是最好的 對啊 應該是這樣 不要講得啦 入圍都不錯啊 可是因為我覺得 這一張專輯 主要是因為我疫情期間 因為我很早就要玩手電 然後疫情期間真的沒事做 也沒案子 你又不能出門 那你就練琴 嗯 然後練一練就 好像真的可以 打出一點有個樣子 因為在那之前我都是玩玩而已 嗯 然後後來好像真的有個樣子 叮叮咚咚咚的 對 然後我有一個製作人朋友 叫雷琴 他也是歌手 他就問我說 還是你要做一張專輯 可是我是個連五線譜 都看不懂的人 然後我要做一張專輯 我就哈 Really 嗯 然後就陪我一路到現在 然後我就學了蠻多的 然後我覺得 同時也是我另一個創作的出口 嗯 因為有時候你拍拍拍 其實你會麻痹 對 你東西最怕最怕拍出來 就都很像的東西 MV不像電影 他那個量太大了 他一個月可能就兩隻三隻 然後你一直要想新的故事 所以你其實會 蠻消耗的 蠻消耗的 可是你會一直在那個 在那個環境很難跳出來 需要做別的事情 我覺得兩難 因為如果沒有那個量 又很難支撐整個公司的狀況 所以那時候才覺得 那就做做看別的事好了 透過做這張專輯 也了解了更多音樂人的思維 日後在跟他們溝通 或者是在幹嘛的時候 我覺得也很 可以很直接的 了解他們在想什麼 對對對 雲雲眾多的樂器 為什麼選擇手疊 因為我覺得他比較特別 他真的很特別 你看彈吉他可能現場五個人都會 對對對 彈鋼琴五個人都會 欸手疊 不會了吧 對 我覺得他難是難在你同時要顧及 節奏跟旋律還有bass 他是三條線 很像鼓手 你每一隻手要一個地方 哦 對你要有那個思考 所以我在寫歌的時候 我是拆開來思考的 哦 bass是什麼 根音是什麼 然後我用手旋律怎麼操 他像是一組鼓 一組爵士鼓對不對 有旋律的鼓 哇他是 哦 他有這麼多功能性 就是 對對他可以打節奏 他可以彈奏 自從有了手疊之後 其他樂器他都丟掉了 對 你也是會其他樂器的 他會他會他會 可是就不是最厲害 好厲害哦 可是你會彈鋼琴又會彈其他 可是你不會看五線 我不會到現在都不會 那你是怎麼學啊 我是靠音感 感覺派感覺派 就是你會聽得出來 什麼什麼劍是和諧的 怎麼搭在一起是和諧 然後怎麼 你會嗎你會樂器嗎 我不會啊 你也不會 就是怎麼樣按會覺得怪怪的 那個音就是不對 那你就我就不會彈 哦 對對對 天生音感 對啊 可是我什麼都覺得是對的 好像都可以按 哈哈哈 你可以啊 你會樂器嗎 其實也沒錯 那個音樂就會很不一樣 對 就是你們的風味 我這樣好會講話 哈哈哈 他已經變成這個商業的音樂了 對 他就會了 哇 找他商業了 他會吸力過 他會講好話 他會講好話 好厲害 很會講話 對 好奇啊 他是演員嘛 嗯 然後現在也是正在做導演 他也是個暢銷的作家 沒有別人怎麼做自己 在改變之前 我們都是表演者 哦 這是他的他的書 現在還可以買到 現在還可以買到 整本書之所以會出來 是因為算是自由業 然後又非常不穩定 其實大家都一樣在做各位 這個過程其實還蠻迷惘的 因為有些人來 有些人走 對 然後你不確定自己有沒有天賦 有沒有才華 有沒有足夠的毅力或熱情 去支撑這件事情 所以蠻多時候 會再跟自己的未來的方向辯證 嗯 然後會找很多的方式 想辦法去激勵自己 或想辦法好好的安慰自己 或者是想辦法突破自己 或是逼自己再往前一步的 這個過程 那個時候就讀了蠻多蠻多的 各個知識的書 最原初是我自己的讀書筆記 嗯 然後我都會在網路上分享 那剛好是這個 這個原流出版社的這個總編 他沒有看到 用演員的觀點去去講 因為對一般的觀眾來說 他是比較有神秘感的一個職業 很少人接觸到 那他跟表演有什麼關係 他跟寫故事說故事有什麼關係 然後他跟你如何反思自己的生活 有什麼關係 主要是這樣子的讀書筆記 所以這個著作 反而我覺得比較有價值的是 他可能意外的也有好像也一個 走過一點點路的人 然後去陪新的創作者聊一次天 哦哦 或是在他人生的中段 他覺得他要轉 尤其是要轉換跑道的人 放棄還是要堅持 有時候有時候堅持 在放棄面前是執著嘛 對對對對 你都不確定對不對 有時候執著就 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不知道到底是固執還是堅持 對對對 因為周遭可能同溫層 嗯 沒辦法給你一樣的想法 因為你周遭的朋友同職場的人 一定他們是有同樣的價值觀的 那我今天基本上我就是 提供一個完全相反的概念 去挑戰你 然後去跟你聊聊天 主要是 這個初衷去寫一個這樣的書 你是平常 就是生活都會寫日記寫筆記的人嗎 蠻多的 你看我看電影也寫筆記 不知道裡面都是筆記 對 因為我不相信我的記憶體 我覺得記憶體有時候不太行 就是我覺得現在很有感覺 然後現在要跟你聊 我聊不了了 有點旺了 所以我 所以我覺得我需要外界硬碟 我也是拍MC哈豆的那個MV 然後他有一個歌詞本 他真的是手寫歌詞本 你看那種 哇這個年代 傳奇饒舌歌手的筆記本 有多真寬嗎 我跟你講大的都是這樣 好想要擁有 對啊好帥哦 投走 好我們回到那個專輯好了 因為一起來問就是 回來了是不是 這張專輯想要傳達 或是表達的觀念是什麼 我覺得他其實比較想要傳達的是 我的動力 我的動機 因為做這個專輯 我的動機就是 先做了再說 我沒試過 試試看嘛 那這個專輯其實在講就是 先走了再說 我們只要出發 就會有方向 所以這就是我跟他不一樣的 他可能是要規劃好 要去哪裡 然後我們走 可是我就是那種 先走再說吧 然後我們到了就會知道 我們會到哪裡 所以這張專輯主要在傳達的是 這個信念 對我來說 專輯的整張的錄製過程 他本身就是一個公路旅行 因為我們這個專輯是 在外面 就是在溪流啊 在草原啊 在海邊啊 就是克服各種困難 然後把什麼 錄音設備全部大增障搬下去 哇 然後我們是錄live 好酷哦 我們不是一鬼一鬼錄 我是不聽BPM的 我不聽Click的 哦是哦 所以我的速度10塊10慢 所以吉他手跟鼓手就要 跟著你 follow我 然後所以那天 如果風稍微大了一點 我可能會打比較快 然後如果浪小了一點 我可能就比較慢 我有一種演唱會版 大自然演唱會版 對對對 好有劇 很演性 對然後所以幾乎每一首歌都是one take 哇 也希望在都市裡面的人 可以真的透過 呃早上起床 或是睡覺之前聽聽我的專輯 感受一下即便我在都市 我還是能有那種在 旅行在野外的放鬆的感覺 這很重要 我覺得這很棒 因為我當初做這張專輯就是因為 因為我平常自己就會上youtube 點那種下雨的聲音 啊 一個小時 白噪音 海浪聲 然後陪我自己做工作 所以我自己做專輯 我會希望我的音樂能 包含那個環境 欸可是他有幾首是 除了這樣子的piece 有些是波濤洶湧欸 是可以吹起 是喔 我今天我覺得 很有情緒的 就是很 他雖然是一個有起承種 對 有有有有 但有一些是piece 然後有一些那個 有時候吵架的時候放的 沒有沒有 那是下一張 啊哈哈哈 吵架的時候 吵架的時候先不要 他只是 嗯不倒 又跑了 吵架就先別聽音樂了吧 保護自己比較重要 先溝通 你看象象吵到一半 然後突然間 另外一個 等一下等一下 我放這首歌給你聽 我覺得現在很有feel 哇那火直接上來 這首歌送給你 好氣喔 吵架到底有沒有要吵啊 不用講的 用放火場的 暴風雨 煩欸 哇火直接上來 喔所以這是一個想要 讓至少 達到一個能夠讓大家聽的 可以放鬆 有一種 有一點心情抒發的效果 我覺得可以這樣講 就是以音樂跟電影來比喻好了 普通流行歌就是一部電影 他的主角 可能就是那個歌手 嗯 他的歌詞可能就是台詞 配樂 就是他的情緒 對 那我覺得對我的演奏專輯來講 就是我用音樂跟旋律 還有那些環境的聲音 創造一個場景給你 嗯嗯嗯 聽的人你是那個角色 你自己走進那個場景裡 你來幫我 是一個主觀的 對你來幫我完成這部電影 喔好帥喔 好帥喔 這個概念 因為每個人想的旅行一定不一樣 對啊 對對對 我覺得我創造的空間 讓你走進去 喔好帥喔 想聽欸 想聽 會到時候會在哪裡 喔其實現在已經 我5月24就已經 數位平台已經都發行 都發行 對這張專輯叫做 秀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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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吧 走啊 秀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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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就叫走吧 秀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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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然後 他就是在spotify YouTube music Apple music 上面都有 都可以找得到 K-Box也有 聽起來 聽起來 我覺得很適合你聽欸 對 為什麼 因為你很適合 你有時候一些那個啊 情緒要釋放一下 然後你需要進入一個環境 對 進一進 喔他是屬於 陪伴型的音樂 DGM 啊就可以幫我衝那個點擊的流量 哈哈哈哈 這冥想也可以聽吧 都可以 超多人拿我的音樂 去 去 meditation 或什麼 對對對 很重要 尤其是現在 就是現在社會 大家很多 壓力大一點 焦慮症啊 憂鬱症啊 對 為什麼現在會這麼多人 有 焦慮的 因為資訊太爆炸 資訊太快了 然後東西太多了 你沒跟上就覺得會落後 對 然後你的職場競爭力也會 必須要比較戰戰進進 對啊 容易就爆掉 好像太容易看到別人的世界 好像很好 你自己就會 就開始教大家 欸其實影音創作 上禮拜也跟他有在討論啊 就是影音創作 你看影像創作現在進步這麼快 嗯 那這麼多新的技術出來 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我們現在要跟新人一樣去學 對啊 還來得及嗎 可是如果不學的話 是不是就會 像我們可能看到有些人被淘汰 這樣子 我們也會焦慮啊 嗯 對啊 現在 因為我也想做導演嘛 還在努力中 但是我現在就有點煩惱的事情就是 現在還沒有消費力的小孩子 嗯 他都在看短影片 或是看YouTube都要快轉二倍數這種的 我覺得很擔心就 那等到他們是主要消費力的族群的時候 會不會就不看電影 沒有那個時候又不一樣 那時候搞不好電影又回來了 有可能啊 跟你講的一樣 對跟我講的一樣 因為越稀有的東西到後來會越震撼 啊我懂了 你看哦 現在唱盤是不是又回來了 對啊 黑膠唱片什麼 然後一張盤一千多兩千多 一直在輪迴 就是大家一直 全部的人都擠到東邊的時候 西邊就很稀有了 大家就會想要去西邊 會啊會啊 這概念很像 很像那五夜巴黎 那個女主角問男生 那你覺得什麼時代是最好的時代 然後回到了一個時代之後 他問那邊的人 那邊的人會說 他如果想回到再更以前的時代 就是他好不容易 所以 這是沒完沒了 真的欸 真的欸 就每個時代都會嫌自己的時代 是不好的時代 有一些問題 有一些缺點 但是其實 如果你們有機會看到 有一本書叫真確 他就在講說 他用各種證明 不管是各種人文 科學 或者是平均壽命 然後是幸福度 他都想要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的時代 是最好的時代 啊 就是right now right here 接受就對了 對 接受現在是最好的時代 對 大家都很嚮往 過去的美好的時代 可是過去 其實我們只繼續去探查 去探究 其實沒有比現在好 哦 那你們兩位有沒有 目前為止 最嚮往的生活是什麼 什麼樣的狀態 我現在很喜歡我的生活 right now right here 我一直都很喜歡我的生活 對 我只是生活 可能有時候因為工作狀況 變得或是喜歡的東西不一樣 變得不一樣 但是我一直都很喜歡我現在的生活 你每一次問我 假設我來十次節目 搞不好 也是現在 節目弄個二十年 我可能會回答類似一樣的事情 他是很活在當下的人 這很棒 這樣的人最不容易得身心的病 因為活在當下是最重要 他講 心血管 你也 沒有 身心的 他有眼神接觸 他笑死 身心的病 因為我前陣子焦慮就很嚴重 哦 你有 你真的有焦慮就這樣 對 然後看很多書嘛 影片看身心科 全部反正所有的 給你最終的方法就是回到當下 哦 因為他 他會對未知的恐懼 未來的恐懼 會擔心說 一年之後我會怎樣 對 那我工作要怎麼辦 那我就是 什麼都還沒發生的事情 他就在擔心 然後過去的後悔啊 可是不用怕 因為人不信也信幸運 不信就是人跟其他動物不一樣 因為所有的動物都只有在當下 哦 對 可是人因為剛好有了這個記憶體 有了這個某一種心智的運作方式 所以人類是活在當下 過去未來的 他是有貫穿的一個脈絡 人類是唯一這樣的生物 有人也覺得這是一個詛咒 但有人也覺得這個好是好在說 因為這樣所以人類有想像力 哦 對 對對對 想像力也許是一個解藥 我分享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可能有一兩年 我都非常的想要知道 到底什麼是最好的生活 拜託 從古至今所有的專家來告訴我吧 所以不管是佛教 不管是西方哲學 不管是天主教 基督教什麼全部都看 不管是現在的心理科學 對不對 然後或是靈性的全看 因為我都想要知道 到底終極解答是什麼 然後目前我覺得 最實際腳踏實地的一個想法是 什麼時候你會在當下 當你例如說我們聊天聊得非常 有時候忘我的時候是當下 那個忘我 或是我做一件事情 一下時間就過了 就是超越時空的時候 其實就是進入心流的時候 然後進入心流的時候 無論你進入的當下 或是從心流脫離出來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那個will be in 就是你會覺得很充實很美好 很舒服 對很舒服的那種感覺 或是他衝浪做喜歡事情的時候 所以我只要讓我的生活 不管是我的工作選擇 或是我的交際應酬 我只要想辦法讓我的心流 出現的機率最大化 我可能一直都 就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舒服的 對對對 都是很投入的 所以我就會去選擇 因為我假如說這一次聚會 我就會去了 然後不是挺好的 沒辦法讓我很投入 那下一次我就不會去 所以一直刪去法 刪去掉讓我 很心不在焉的 的狀態 那其實說起來 他也算是很當下 對啊 因為 他就舉例剛剛那個 海邊露營的事 他也是尊重他當下 真的覺得那邊舒服 所以他去 我是洗澡的時候 完全進入新流 舒服 所以下次還會再去一次 然後再來跟大家 這個相處的品質 至高 對 不然的話沒有去的話 搞不好你一整天都 阿嬤阿嬤 不是有一個動畫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了 也是彈爵士院 要有一個靈魂 然後只要做喜歡的事 他就會出竅 到一個地方 是靈魂急轉彎 那個就是在講那件事 他的天賦 其實就是能夠 享受在那個當下 因為我記得有栗子 葉子掉下來 他觀察這些東西 然後他完全知道 這是最有價值的東西 那是一部超哲學的動畫 我好喜歡 我也蠻喜歡的 靈魂急轉彎 好OK 那感謝今天兩位來我們家玩 好 會太突然嗎 不會不會啊 不會啊不會啊不會啊 我們要被趕走的事 沒有沒有 可以待 可以繼續待 等一下再等我們10分鐘 沒有下一組來賓 在那邊等 我們排很長 對有三組來賓 我們排很久才來的 三組來賓在那邊 我們剛剛在管理室做很久 哈哈 好感謝你們兩位來陪我們聊天 好謝謝 想要看我們跟誰聊天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讓我們知道 那我們白目情侶週期 下次見 掰掰